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现场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 特朗普对拜登退出2024年总统选举的反应 特朗普不仅称拜登是最糟糕的总统 还声称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会更容易击败 这位前总统在接受CNN采访时表示 拜登不适合竞选总统 当然也不适合担任总统 他的儿子唐纳德 特朗普小也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类似的看法 认为哈里斯比拜登更自由且更无能 与此同时 埃隆·马斯克宣布 他将每月向一个支持特朗普的政治行动委员会 捐赠4500万美元 并表示这是为了支持一个 最大化个人自由和优点的美国 最近的民调对于哈里斯和特朗普之间的假设对决 提供了不同的预测 有些显示哈里斯落后 有些则显示两人持平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The Independent以其致力于提供无偏见 基于事实的报道而闻名 强调追究权力责任 并揭露真相 最近的一篇文章详细报道了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对现任总统乔·拜登 宣布退出2024年总统选举的激烈反应 并讨论了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可能成为替代候选人的情况 在乔 拜登于一个周日宣布 他将不参与2024年总统选举后 特朗普在接受CNN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表示 这位民主党领导人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 尽管民主党尚未确定新的候选人 特朗普却显得胸有成竹 认为如果卡玛拉·哈里斯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 他将比拜登更容易击败 特朗普在他创办的社交平台Truth Social上 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 强调拜登不仅不适合竞选总统 也不适合继续担任总统的职务 他坚称美国在拜登的领导下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但他相信这些损害将很快得到补救 前总统的儿子唐纳德·特朗普小也持类似立场 他在X原推特上发表帖子 批评哈里斯的左翼政策记录 认为他比拜登更自由且更无能 唐纳德·特朗普小还指出 哈里斯在担任副总统期间负责移民边境事务 但结果却是历史上最严重的非法移民入侵 另一方面 特斯拉和SpaceX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也表态支持特朗普 本月早些时候 马斯克宣布他计划每月向一个支持特朗普的政治行动委员会 捐赠4500万美元 以此表达他对特朗普的支持 马斯克在X上表示 他相信一个最大化个人自由和优点的美国 这曾经是民主党的立场 但如今他认为共和党更符合这一理念 关于2024年总统选举的前景 最近的民调显示出不同的预测 YouGov在7月中旬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 哈里斯在与特朗普的假设对决中落后5个百分点 这一差距比拜登的还要大 而另一家民调公司ASPSOS的结果 则显示 哈里斯与共和党候选人之间的支持率持平 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显然认为 拜登的退出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夺回白宫的机会 他们对哈里斯的批评 主要集中在他的政策和能力上 特朗普的小儿子进一步强调了 哈里斯在移民问题上的失败 而马斯克则从更广泛的意识形态角度支持特朗普 在这场政治博弈中 各方都在积极准备 以迎接未来可能发生的任何变化 对于共和党而言 拜登的退出无疑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 而民主党则需要迅速找到一个能够团结党内支持 并在大选中有竞争力的候选人 总结来看 特朗普对拜登和哈里斯的批评 不仅仅是个人意见的表达 更是他试图重掌政权的一部分政治策略 他利用社交媒体和媒体采访来传达他的观点 努力影响公众舆论 同时 马斯克的财务支持 进一步强化了特朗普的竞选实力 使其能够在未来的选举中有更大的胜算 尽管目前各项民调显示的结果参差不齐 但可以肯定的是 无论谁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 未来的选战都将异常激烈而充满变数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乔 拜登宣布 他将退出2024年总统选举后 唐纳德 特朗普立即对此发表了强烈的反应 在接受CNN采访时 特朗普称 拜登将成为我们国家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 特朗普进一步表示 他认为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将会比拜登更容易击败 这一观点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在Truth Social上 特朗普进一步批评拜登 称他不适合竞选总统 当然也不适合担任总统 特朗普还指出 拜登的总统任期对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 但他相信这些损害将很快被捕救 这些言论显示出 特朗普对拜登的强烈不满 以及他对未来政治局势的信心 唐纳德 特朗普的小儿子 唐纳德 特朗普小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他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发文 称哈里斯拥有拜登的整个左翼政策记录 并且比拜登更自由 且更无能 他特别强调 哈里斯被任命负责边境事务 结果造成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非法移民入侵 这一系列发言显示出特朗普家族对于拜登和哈里斯的不满和批评 并且预示着2024年总统选举可能会是一场激烈的竞争 值得注意的是 埃隆·马斯克最近宣布他计划每月向一个支持特朗普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4500万美元 这一决定进一步引发了政治圈的震动 马斯克在X上表示 他相信一个最大化个人自由和优点的美国 并指出这曾经是民主党的立场 但现在钟白已经转向共和党 最近的民调结果 对于哈里斯和特朗普之间的假设对决提供了不同的预测 YouGov在7月中旬的一项民调发现 哈里斯相较于特朗普落后5个百分点 而同样的民调显示拜登的差距更大 ASPSOS的一项民调则显示哈里斯与共和党人持平 这些数据展示了选民对于未来选举的不同态度和预期 总的来说 拜登宣布退出2024年总统选举的消息 在美国政坛引发了巨大的反响 尤其是来自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强烈反应 随着选举的临近 这一局势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和紧张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特朗普对拜登退出的反应可谓是惊天动地 但要说拜登是最糟糕的总统 这话未免过于夸张 拜登推动了基础建设法案 还推出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 而这些举措无疑对美国经济有所注意 特朗普倒是可以先反省一下自己 在任期内那场史上罕见的两次弹劾案 拜登的基础建设法案 拜托那只不过是给朋友发福利 谈到经济刺激计划那就是一个不断印钞票的游戏 搞得美国通胀飞上天 特朗普虽然有弹劾案 但至少他搞笑起来能让人笑掉大牙 拜登呢 只会搞得大家心惊胆战 至于基础建设 他就是在修修补补以前的漏洞 没什么新意 通胀问题确实存在 但这不仅仅是拜登的责任 是全球疫情带来的连锁反应 特朗普任期内经常上演推特治国 搞得国际社会都不知道美国下一步要做什么 拜登至少给了全球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 而不是每天都猜特朗普又要发什么怪异推文 说到稳定预期 拜登上台以来美国的国际地位可没见得提升多少 阿富汗撤军搞得一塌糊涂 让人怀疑这位总统到底 有没有国际关系的基本常识 反观特朗普虽然推特治国 但至少他在北韩问题上敢于打破常规 直接面见金正恩 这可是历史性的一步 拜登连这点胆量都没有 谈到阿富汗撤军 这可是20年来的美国累积下来的问题 拜登只是接手了个烂摊子 而且特朗普政府也在谈判中 把撤军搞得更复杂 至于北韩问题 特朗普的历史性会面更多是作秀 没有实质性成果 拜登虽然低调 但至少在国际联盟中建立了更多合作 这才是长远之计 说什么长远之计 拜登的外交政策更多是纸上谈兵 特朗普至少能让人看到实际行动 即便是搞笑也是直言不讳 但拜登呢 整个总统任期就像一场马拉松的慢跑 步伐缓慢 毫无激情 哈里斯上台 更糟 他的政策更激进 美国会在他的领导下 更快地滑向左翼深渊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